大天福地 仁為貴 順則吉係 空則貝 元泰祖 回到第二節的元泰祖 上一節跟大家說了 象神的故事 林師傅 你剛才說 還有一些愛情的故事 愛情故事 這個是特別的 畢竟是佛教的前生 佛教很少說愛情故事 佛教反過來覺得愛情不是好東西 但在印度教的角度去看 愛情是人必須的 我們說利欲愛他 所以利是利益 首先你要對自己有利 起碼要吃到飯 利欲就是你的慾望 想得到的東西 簡單說 印度教會說 性慾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接著愛 不是只說情侶之間的愛 包括對家人 或者對朋友 都是一個愛 他就是考慮利益他人 幫其他人 這四個元素是我們印度教一定要堅守的元素 也都覺得是人生最基本的幾人而來 所以我們從來都不會避忌講關於愛情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跟我說 愛情法事 為甚麼你那個可以做的 因為印度教是有這個東西的 你剛才說到 將神就是智慧 梵天就負責創造 失婆就破壞 愛情這麼重要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神負責愛情的呢 印度教有愛神的 但印度教的愛神相對上沒有那麼出名 印度教的愛神叫Klamdava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印度文他都讀Klamdava 這個Klamdava 我可以形容給大家聽 是甚麼形狀的 它是很小的 很小的 大概是小鳥 比那隻小鳥大一點 這個神是綠色的 手上拿著一把弓箭 他的座棋就是一隻鸚鵡 等一下 他本身很小 即是一隻鸚鵡比他還大 那正常的 如果一隻鸚鵡比他還小 對 他比他還小 他比他還大 真是個弓箭 那他是男還是女 男來的 他的弓箭有一條拉的弦 那條弦是什麼做的呢 是一隻蜜蜂的搶造的 很甜蜜蜜的亨利 射出來的那支箭 相傳射中就會神魂顛倒 愛神一直以來都做這件事 其實他的形象有點像西方邱比特的造型 不過邱比特對日是自己的 他就是奇迫著著 印度教很多神都有自己的座棋 剛剛我們說的象神的座棋是一隻老鼠 但他的老鼠有很多 是的 他們的故事 你不要問 那遲些再問吧 然後呢 愛神的故事是什麼呢 其實關於濕婆和他老婆兩個人 怎樣在一起 其實一個神話是有這些東西 濕婆本身就不是娶雪山女神做自己的老婆 就是一個 我不記得名字了 沒有做到神的 就是另外一個女生 那女生原本想要嫁給濕婆 但是那個女生的老爸就不喜歡 因為濕婆養衰 那為什麼濕婆養衰呢 因為他說他不穿衣服 又長頭髮 又不看鬍子 而且他全身藍色 所以他老爸就不喜歡女生嫁給濕婆 於是就用盡一切方法去阻止他 就搞了一個類似雙親大會 把女生放了出來 總之哪一個能夠怎樣怎樣怎樣 就可以娶我的女生 當大家所有眾神都去了那個大會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個女生喜歡濕婆 但濕婆偏偏自己沒有來 他爸爸說喜歡你 現在上親大會都不來 一說濕婆就在地上走出來 捐了出來 就說要娶她 後來那個爸爸就食言 即使濕婆達到這些標準也好 都不嫁過女生給她 後來就把女生殺了 把女生殺了 沒有嫁給她 濕婆就很不開心 自己病了去喜馬拉雅山修行 靜坐了很久很久 後來就有一個小生女神 知道濕婆很好 就想嫁給濕婆 於是就在她身邊侍奉了很多年 所謂事奉就是因為濕婆打了這麼久 她都不動 可能就幫她抹身 總之一眼都沒有看過她 濕婆在說幾十年都是這樣 那女生繼續跟著她 後來濕婆終於在搞了一大堆事情 那怎麼辦呢 那女生就說 喂 這樣搞不妥 你服使了你這麼久 你都不理我 我很想要這個男人 好像有些客人在說話 很想要這個男生 很想要這個男生 那怎麼辦呢 她就找人帶她去見愛神 嗯 她跟愛神說 聽說你的箭可以幫我 不如幫幫忙 那談完之後 因為始終濕婆是大神 那愛神都不太敢搞她 但是三番四次地求求她之後 愛神就帶了她的鳥 帶了一支弓箭 就跟雪山女神一起去找濕婆 去到見濕婆的時候 然後就趁濕婆坐在那裡 沒有出聲什麼都沒有動的時候 就拿一支愛神的箭 暗箭射去濕婆那裡 濕婆一中了一箭之後 立刻由本身入了好心的頂 立刻出來了 然後神魂顛倒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很想 很喜歡這女生 因為濕婆本身的智慧很深 知道一定是有些東西搞鬼才會出現 於是一開眼就看到Clamadev 知道是這隻鳥搞出來的東西 於是就把自己的第三眼打開 然後就射死光出來 第三眼在哪個位置 第三眼就在人 我們說微心的位置 就是二郎神 開了一隻眼就要射他 一射那隻愛神就變了灰 死了 但是因為中了一箭 那濕婆就沒辦法了 突然就變得很喜歡那個雪山女神 就跟她說 你一直跟著我那麼久就侍奉我 你這個是真的愛 所以我會娶你的 你嫁給我 就一齊了 那Clamadev怎麼辦呢 那Clamadev怎麼辦呢 為了幫你倆一起被射死了 搞不定 那怎麼辦呢 Clamadev是有老婆的 叫什麼名字呢 沒有名字的 知道為什麼有老婆呢 她老婆就去找濕婆說數 很多這些情節都經常說數 他們說 你弄死了我老公 你幫我弄回他回生 然後她不肯 然後她說因為她阻礙我修行 不行了 然後她就去找被塞爐 被塞爐濕婆殺了我老公 我叫他回生 然後被塞爐說不行 我無法回生 就變了灰了 你叫我和你去找濕婆 我和你一起幫你出頭 跟濕婆說數 就叫濕婆弄回她 濕婆說可以 我可以讓她回生 但是我讓她回生 她不可以有形態的存在 即是說不可以再存在 好像之前今天 有隻鳥 有隻弓箭 不可以再有這個形象 她只可以是神識 存在在這個空間 她老婆無法之下 都要答應 最多只是這樣 於是就把她老公翻山 但就看不到她的樣子 但她老婆就知道她老公在 經常跟她聊天 總算她老公回來 那 Kamradeva那個 家裡的變化正常 濕婆有一個老婆 故事就結束了 剛剛說了隱喻的問題 隱喻是什麼呢 其實在印度教是隱喻的 這個故事想隱喻的是 感情或者愛情 這件事 不只是形式上的表達 而是沒有辦法見到的 也沒有原因的 就好像Kamradeva 她的存在的形式一樣 以前她有一個肉體 但是她是初級的時候 當她高級大了的時候 是見不到肉體的 簡單來說 如果真的說真愛 是不應該用物質 或者用形態去表示這一種的關係 或者這一種的愛意 而是要繼續存在在這個世界上面 所以這就是印度教說 關於愛情上面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做法事 或者其他事情 其實都是會祈求很多關於印度的神 去刺力下來 將你們現在的問題去解決 那當然 例如你來到我的店 最主要是看到Kali 會看到象神 又會看到Shiva 也會有Krishina 這些全部都是用來把整件事圓滿的 譬如Krishina 是一個男生 吹笛很英俊 有很多女生 也是另外一個愛神 因為印度教有很多愛神 很多神都是跟愛情有關 很多神跟愛情有關 有些神是跟性慾有關 所以這些神 當你做法事 求關於跟他相應的職責 這些神是會幫得特別快的 因為印度神的人格很強 我們說人格和神格 如果你說拜佛 或者求一些相對高級的神 他的神格就很強 他沒有那麼貼近人 所以你自己求他 什麼叫神格很強 他的神格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性格 即是高鬥一點 不可以說他高鬥 他比較清高一點 在他們眼中是因為他太大智慧 他已經不覺得你現在求的是什麼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要幫你 幫你救命的那些 你這些沒有一條兒子 就遲些 但有些神是會理你的 譬如印度教這一堆神 就是會理你的神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如果真的要處理一些感情問題 或者關於錢銀的問題 其實印度教的神是幫得最快最好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好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以上也不是說一些歷史故事 但是大家當故事這樣聽 或者大家相信的 都可能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印度教裡面的神話故事 那我們下一集回來再繼續和大家 袁太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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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 哦 感谢观看